来关心台股的表现 国庆廉价期间 美国对大陆祭出了更严格的晶片管制 再加上俄乌战争的关系 整个情势升温 美股已经连是两天重挫的情况之下 台股在今天也跟着开低走低 中场就下跌了有596.25点 指数最后收在13106.03点 跌幅高达4.35% 惊险守住了万三关卡 不过这也创下了23个月以来的新低 其中台积电的股价 更是血流成河 中场下跌了36.5元 指数收在401.5元 那么这里回测400元大关 只有一步之遥